大家好 我是星期一的直升 浩浩 前幾天我的朋友 傳了一篇迪卡爾文章給我 沒錯 我有朋友 文章上面寫說 浩浩真的花了18億 在新一區買了桃珠銀元嗎 答案是 對 住在桃珠銀元 大德都很羨慕 但其實他問題很多 他缺點很多 像 我現在叫了外送 等一下外送要來了 在一樓 我就得要走下去 一直旋轉地走下去 好暈 好不容易拿到餐點 要再走回來 更暈 好困擾 但是很多朋友 在意的是 我怎麼買得起 18億的桃珠銀元 今天要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如何存到18億 18億對很多人講 是一個天文數字 哇 18億 我就算一個月賺100萬 一年1200萬 十年一億兩千萬 我要多久才可以賺到18億啊 但有時候擊殺成塔 吉塔 成 塔斯 對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如何存到18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 在有一些 雜貨店 或有一些五金百貨 賣的一些寶特瓶 飲料 外面賣20元 但在那些百貨 只賣18塊 只賣18塊 活生生就是比別人便宜兩塊錢 眼尖的我 看到了這一個 看到這個 於是我大量收購 這些18塊的飲料 有多少收多少 隔天我就住在便利商店的門口 客人一進來 我就跟他講說 裡面20塊 我這瓶只賣19塊 觀眾發現便宜一塊錢 沒有人會說不 於是我就賺到了這19塊 成本18塊 我賺到了19塊 於是呢 這一來一往 這一筆交易 我就賺了一塊錢 一來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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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付一日 日付一日 一塊錢 一塊錢 我就這樣做了18億次交易 於是我就賺了18億 觀眾朋友在電腦前面可能會想說 苦爛 你這樣交易18億次 是要交易多久 我光是想 我就懶得做 就是因為你懶得做 你現在才在電腦前面 看我這個廢片 而不是像我一樣 在這個旋轉大樓 排著廢田 在這邊分享我的 致富經驗給大家 今天星期一 我分享了我的致富經驗 想必明天馬叔叔 後天的蔡哥 也會跟他分享 他們致富的經驗 這周七月半的影片看完 光是星期一 你就得到一個 18億的致富經驗了 你看到星期五看完 這周的七月半 非常值得分享給你 周遭的任何親朋好友 想學投資 想致富 想住在桃珠銀元 跟我當鄰居 這部影片 一定要分享給你的 親朋好友 七月半的 致富小教室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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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